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之后的十年里 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艘船 老王也一直等着小花满十七岁时与之结婚 小花长得挺挺欲力 来钓鱼的男人们经常对小花动手动脚 这一切都被老王看在眼里 老王为了保护小花 就用手中的弓箭警告对方 老王算命非常准 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 每当这时小花都会在佛前挡着鞠签 老王射出三箭之后 小花就会告诉老王结果 老王把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小花身上 老王每晚都会给小花洗澡 小花这时都会在老王的温柔中 露出幸福的微笑 等小花睡着后 看着熟睡并慢慢长大的小花 老王都会放看墙上的日历 计算着结婚的日子 一天 小川来了一批新的游客 船上有一位帅气的男孩小帅 小花从未见过如此帅气的男孩 主动伸手拉他上船 老王这时感到了一次威胁 小帅在船头听着歌 小花摘下了耳机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看到相处和谐的两人 老王很生气 他上前摘掉了耳机 带走了小花 晚上 小帅在窗外看到了老王 给小花洗澡 小花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抬起头 两人相视一笑 小帅走后 小花经常听着音乐 望着远方发呆 老王愤怒地看着小花 一把扯下了耳机 扔进了海里 他怕小花爱上小帅 于是偷偷把日理撕掉几夜 过了几天 小帅再次来到了船上 这一次 小花和小帅相处得更加愉快 他们在一起玩游戏 玩自拍 老王看见后 超小帅直接射了一剑 似乎在警告他 愤怒的小花拿着剑 在老王面前折断 并且扔在了地上 小花无意中 看到了贵重的嫁衣 终于也知道了老王的死心 为了报复老王 他悄悄地钻进了小帅的被窝里 正当小帅亲吻小花时 正好被老王看在眼里 老王愤怒地把小帅赶下了船 第二天 小帅回到了船上 并且带来了小花父母的寻人启示 要带小花离开这里 于是老王为他们三人的命运 舍间占卜 占卜的结果 就是小帅带着小花离开 看着离去的小花 老王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将绳子的一端 拴在小花又离开的船上 另一端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小花发现后 立即砍断了绳子 救了老王 于是跑回船上 紧紧地抱住了老王 小花最终 还是选择了和老王结婚 拜完堂后 老王再次用他的功 拉起了音乐 小花也在音乐中 渐渐睡去 这时 老王向天宫射了一箭 完成心愿的老王 也选择了跳海 载着小花的船 也飘到了小帅身边 那箭也回到了船上 此时的箭 就像是老人的化身 小花享受的表情 体现出他对老王也有爱 经历了特殊东方后 小帅带着小花 也离开了这里 身后的大船 也缓缓地沉入了海底 像是追随着老王的脚步 走完了这圆满的一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